大家好,我是Milla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都是仲投資,輕理財 很多朋友都看不起儲錢 就覺得儲少少錢有誰用呢? 我要吃大茶飯 少少錢一條trade都回來了 但其實這個思維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月光族的話 連本金也儲不到出來 就不要說投資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假設你本金有1萬元去投資 如果你買中一個10倍股 最終只有10萬元 另一個問題就是 你總有輸錢的時候 如果你的安全網越後 你輸錢的時候心態就會更加重溶 要數這個世界上出名最折劍的有錢人 莫過於股神巴菲特 和香港前首富李嘉誠 巴菲特雖然富可敵 但根據Yahoo Finance 市傳巴菲特仍然住在1985年以3萬1500美元買的舊屋裡 早餐他會吃麥當勞 不會花多於3.1毫7美元 如果市跌就會吃便宜的餐 吃2.9毫半的早餐 而且之前巴菲特請他的好朋友蓋茨吃飯 都是吃麥當勞 而且還要用優惠券 成為一時的佳話 至於李嘉誠的話 多年以來他很喜歡在媒體面前 分享他的貼地的手錶 例如是這隻價值400美元的Citizen手錶 就是李嘉誠的心頭號 他又表示自己一套西裝可以穿好幾年 一副老花眼鏡可以戴十幾年 其實還有很多白手興家的有錢人 對金錢的運用和分配非常精通 省錢、儲錢其實是基本功 看起來像是一件小事 但小事背後意味著你的抉擇 意味著你的自律 以及你延遲滿足的能力強不強 如果你想了解最實用的股票街技巧 以及最新的板塊知識 就立即訂閱我的頻道吧 大家好,我是Mila 今天會分享我的親身經驗 跟你說一下 什麼錢應該省 什麼錢不應該省 原來買我接下的十樣物品 會令你越買越窮 距離財務自由越來越遠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 究竟是哪十樣東西 第一,不適合自己的保險或理財產品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在銀行做的事 你件事做得差不多的時候 銀行職員就開始笑面盈盈的 跟你介紹他的保險或理財產品 他可能會說 錢放在定存只有1% 我們現在有一份很好的儲蓄保險 你可以收到的利息 比銀行定存更多 又可以降動脹 三年之後還可以享有每年高達2.5%的保證回報 或者是保險從業員會這樣跟你推銷 或者錢放在銀行很容易亂花 如果你買儲蓄保險就可以強迫你儲蓄了 我們明年保費又要加價了 你要買就趁早了 很多朋友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景 聽完Sales的說詞 可能你會覺得很吸引 但很少人會跟你說潛在的風險 例如是儲蓄成份的保險 最大的風險就是流動性風險 無論是青年人或中年人 人生可能發生很多意料之外的狀況 可能你工作幾年後 想繼續進修 又想轉換工作 或者想去外國生活 都需要一大筆學費或旅費 又或者是你想跟你一半結婚 擺酒和買樓都可能會用到你的積蓄 又或者是因為患病發生意外 令你暫時沒辦法工作 你需要一大筆錢去醫、去休養 去持續給你的家庭開支 考慮到其實部份儲蓄保險的公款期 可能是橫跨10年甚至20年以上 所以萬一發生 需要一筆錢去急用的情況 而停止公款 或者要動用到這一筆儲蓄的時候 就很可能會造成虧損 你在前幾年解約 是需要支付高成本的解約費 去cover保險公司的體檢費 調查費、補單製作費、儲金和廣告費 或者各種行政開支 而任務出在揚身上 這些成本當然要從你交的補費中消化 如果你不想虧損的話 你在前期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不可以動用這一筆錢 但保險公司其實隨時可以用你的錢 它可以用你的錢拿去投資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何你不嘗試一下自己去學投資 或者研究一下ETF的產品呢? 當然啦 我們不可以一觸光打沉一船人 有些保險的確是有用的 只不過是儲蓄保險的風險和回報 對我來說不適合我的狀況 我不是說很滿意 所以我從來不會買任何儲蓄成份的保險 當然如果你考慮過自己的情況 你覺得自己適合的話 到時再考慮自然是沒什麼問題的 第二樣我覺得是非常浪費錢的 就是首條飲品 咖啡店、台式飲品店 在香港開到整項城市 各種配料配方的咖啡、奶茶或水果茶 它的定價越來越高 當你現在普通一杯飲品 可能三十多元 有一些還要接近五十元 你喝一杯的價錢 其實已經足足可以吃到一頓飯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拿鐵因子這個 term 其實這是一本書 亦是一個理財的名詞 由美國知名財務顧問David Batch 提出 拿鐵因子源自於一個小故事 就是有一對夫妻每天都要喝一杯拉提 原本看來是很少的花費 三十年以來累積的花費竟然高達七十萬 後來拿鐵因子直接被用來 比喻生活中的非必要開銷 例如是咖啡奶茶店昂貴的首條飲品 就是拿鐵因子的經典例子 而且長時間喝甜的飲品 你會攝取過量的糖分 令皮膚產生皺紋 生粒粒或身體發炎 患上糖尿病等等 如果你要醫治 也是一筆很高昂的費用 不怕跟大家說 我以前都經歷過 我每天都要買咖啡或者買手條飲品的情況 而且不止一天一杯 雖然我現在都沒有打算全部戒掉 但已經將頻率降低到一個星期最多一杯了 話說回來 如果大家還喜歡我現在的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個like 和在留言區打聲招呼和我說聲加油 就是對我們最好的支持和鼓勵了 好 那我們繼續吧 第三樣令你越買越窮的東西 就是廉價商品 身邊很多朋友都有非常強的購物欲 遇到促銷、優惠 更加是沒有辦法自有控制 再加上近年網購平台的設計 越來越吸引 不停會利用演算法推送你喜歡的商品 也有很多搶優惠的小遊戲 非常容易令人購物上癮 特別是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令人買得很輕鬆 很容易卸下心房無止境購買 而且這些物品通常都不耐用 亦都不實用 不如將這些錢集中花費在一個價錢合理 耐用又實用的東西去增加使用的壽命更好 其實通常這些便宜的東西 它的造工都非常容易受損 經常你要修理或是要更換 不單止浪費時間 最後整個費用 可能都會比直接買好東西更多 不少店舖都會用減價促銷的方式 去出售一些不受歡迎 或者品質比較差的產品 很多人經常以為自己撿到便宜貨 而不理這些產品實不實用 不小心買了太多自己不需要 或者不喜歡的東西 這些便宜的下場就會變成沒有價值的廢物 而且令到家裡越堆越多垃圾 對心理的健康亦都有負面影響 如果你經常喜歡購買一些品質比較差的廉價商品 你就要好好反思一下 因為它們會令你浪費錢 浪費時間 浪費空間 而且對你的健康有非常大的負面影響 這絕對是你財務自由的一大障礙 第四就是太過fashion的衣服 如果你不是從事時尚產業 或者你不是明星或者model 其實太過fashion的衣服實用性很低 我們有時候很容易被明星的衣著打扮吸引 而想模仿他們 電視和電影中各種的高端場合 特殊情景 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出現的頻率其實很低 你在買一些色彩繽紛 很多bling bling元素 或者大面積桃案花紋超緊身 或者超鬆身的衣服 你腦海裡不妨幻想一下 如果你穿這些衣服出現在你日常生活的場景 會不會很大 就好像我很喜歡韓國女團 我也不會模仿她登台穿那些衣服去上班 或者去做財經節目 或者是穿在香港鬧市那裡走 因為其實我自己一般日常生活的場景非常日常 如果穿得太華麗 我自己不舒服 我身邊的人都可能會覺得不舒服 如果你是在辦公室上班的職員 其實穿得得體是穿得比好看更加重要 因為穿得太過好看 有時候並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如果你衣櫃裡面 大部分都是容易搭配 或者很實用 和自己身形很match的衣服 這個不僅幫你省回搭配的時間 亦都省回很多不必要的支出 第五就是網絡遊戲 課金絕對是一條不歸路 我想起我以前也有幾個 我真的很喜歡玩的手機遊戲 我偷偷地跟你說 一款遊戲究竟怎樣令你 墮入萬劫不復的課金深淵呢? 第一步 它會賣廣告 令你覺得這遊戲是不需要課金的普通益治遊戲 你又覺得免費下載都沒什麼成本 所以你就放下戒心去下載這遊戲 這就是它的第一步 第二步 當你入了這遊戲之後 你可以設定你的角色 你可以設定它的名字 五官 衣著 能力值 等等你都可以自定 等你在設計的過程中 徹底代入這個角色 投入程度高的朋友 甚至願意為了這個角色 去花很多錢買一些特別的皮膚或配件 而角色各樣的優惠 例如9毫9的新手包 第一次課金就會送雙倍獎勵等等 它的各種限定優惠 令你覺得不買就浪費了 反正9毫9而已 真的很便宜 你就不由自主課了你的第一次金 大家都聽過破槍定律 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 就會有以後的無數次 第三步 遊戲中會出現開箱和抽卡的系統 通常抽角色或裝備 利用人在博彩時有期待亢奮的心理 玩家最興奮的其實不是抽中自己喜歡的裝備 而是等待結果出現之前的幾秒 腦中的激素分泌會達到頂點獲得興奮的感覺 他們就是要引出玩家這種感覺 令你好像導遊般控制不到自己 一邊抽一邊抽 這就是課金的無底洞 第四步 遊戲中還有工會系統 排行榜 工會會員課金做任務去充排行榜 工會會員課金 如果你不課金 好像很對不起工會成員的戰友 當時我玩遊戲和工會的戰友很友善 那段時間我們經常在Whatsapp 或者WeChat也有些聯絡 直至有一天我覺醒要放棄一隻遊戲 這些工會的朋友一直叫我不要走 所以令到我當時要戒掉那隻遊戲的難度大幅增加 所以你絕對不要忘記 去run這隻遊戲的團隊 他們全都是專業人士 因為一隻遊戲的玩家課金的收入 或者是流傳率太低的話 那些營運團隊就會被人問責 或者整隻遊戲直接GG 所以他們必須搞盡腦執 去想任何的花神 任務、角色 或者是送更多的虛擬禮物給你 去刺激你課金 所以你千萬不要有僥倖的心理想 反正不用錢 或者是反正我有空 下樓來玩也沒有害 網絡遊戲不可一不可再 第六就是面子消費 花點錢去打理自己的移用 或者是用一些內用 品質好的物品 都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在當中你應該花多少錢 是應該以你賺錢的能力去衡量的 例如說收入中等的上班一族 如果你花年薪超過15%的金額 在面子消費上已經算是比較多了 除非你買的東西將來會增值 我身邊有些朋友會去借錢買一些不合乎收入 或者是財富的奢侈品 或者是名車 想著通過這些東西 就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份 但是我的看法是 除非你有工作的需要 例如是你做生意或者你做sales 你光鮮亮麗的外表 可以令你帶來更多機會的話 你潛在的回報高過這些奢侈品的成本 那我就覺得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向你的親朋戚友 同學同事去炫耀 這樣的話 面子消費的性價比極低 因為你在什麼階層 其實在他們心目中的印象 一來很難改變 二來就算改變了 對你的人生 其實通常都沒有什麼幫助 甚至突然多了一些熟人物的借錢 就只能拿來煩 第七就是不懂的股票 很多散戶都會買一些他們完全不懂的股票 但是其實這一群人 平時不是說是錢財為身外物 他們去超市買東西 或者是bookstaycation 各樣東西都好 都可能很精打細算 但是偏偏這群精明的消費者 他們在股票市場 竟然可以一摘千金 買入一些他們幾乎是不懂 或者是不了解的公司 或者衍生產品 當我們看財經節目的時候 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邏輯可以參考 但是股票的名牌 你是完全沒辦法複製的 可能你買一隻股票 巴菲特又買同一隻股票 但是你複製不到巴菲特的回報 股票市場是一個靠知識辨演的地方 如果你不具備足夠的知識 就算你短暫好幸運的贏得錢 遲早都會靠實力輸回它 不知道這七種 令人越買越窮的物品 你又買中幾種呢? 巴菲特曾經教過她的女兒 說要用四毫買到一元的東西 這個不是教小孩子要去沽寒 而是教她去思考有限的資金 應該如何去分配 如何去減低成本 對於金錢的運用 有缺段的理由和戰略 對於他們來說 沒有價值的東西 他們一元都不會拿出來買 基本上都不會理會別人去看 其實我們為何要做事 為何要賺錢 賺到錢 洗了又繼續做事 繼續做事又再洗 除了令你越來越累 身體機能越來越衰退 其實未來還有甚麼意義呢? 但是當你開始理財 擁有一個目標之後 你就會改變這個惡性循環 而我身邊很多朋友 第一階段他們就希望財務自由 然後開始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如果大家對財務自由有興趣 可以看看這條影片 新手如何賣進一個財務自由的路 話說回來 這條頻道的感謝功能開通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做某一類型的影片 可以透過感謝這個功能 去打賞這條影片 就算是一元兩元的支持 對我們的頻道也是很大的幫助 最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職業是交易員 如果未來有合適的時機 都會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入行經歷 學歷背景 工作內容 以及現在的收入來源 如果大家對我的工作有興趣 歡迎在留言區和我說一下 你對哪一部分最有興趣 那我們下一集的影片再見 拜拜 多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按一下小鈴鐺訂閱我 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 最新的財經資訊 以及最實用的股票加入技巧 如果你想學一些 終身受用的核心知識 以及得到我進一步的協助 可以按訂閱旁邊的 join 加入會員 下次上傳影片的時間 會在星期六 我們下個星期六見 拜拜